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 立位记的20章 20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24节 它说 但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 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 留南与密之地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你们与圣民有分别的 好 26节它其实也讲的很类似 它说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 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名 好 我读这一节的时候 我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兴奋 我好兴奋 神让我们去那个承受 24节的承受 在原文里面有占有继承的意思 好 继承跟占有的意思 而为业呢 也跟承受是同样的意思 好 那他说要使我们与万民有分别 那分别就是分开跟隔开 我觉得神好爱我们喔 祂让我们去继承 好 继承产业 让我们去继承产业 另外呢 神使我们与人分别出来 保护我们 保守我们 我不知道你感受到爱吗 我不知道你在这样的经文里面 你有没有感觉到 神好爱我们 祂巴不得把所有的东西 最好的都给我们 同样的我要来奉主的名 来祝福你 常常想到 我们与世人是窘别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一些世人的文化 世人的想法 有没有常常站在你的里面 你是容许人的想法 进到你的里面 还是常常是神的想法呢 我求主来帮助我们 真的让我们常常有神 神的想法 神的话语 所以我鼓励你一定要多读圣经 好 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里面 神的话语进到你的里面 成为一个根基 好 送主的名要来祝福你 Amen